这医生竟然把手,伸进了患者的衣服里,难不成他是一个猥琐男,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吧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,生活在地球之上的人类和魔族开启了一场世界大战,仗打到最后,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废墟,无论是对哪一方都没有了好处,于是大家选择和解,所以就有了诊所开头的这一幕。 别想歪啊,这个如同流氓一般的男孩,其实是一个医生,他现在在做的事情也不是先助手,而是在为这个女人检查身体,经过他的一系列检查之后得知,这个女人之所以胸部和耳朵不太舒服,是因为她刚刚怀孕,所以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。 这给旁边的老牛,给兴奋的呀,没有想到自己老当一壮,刚娶了媳妇就怀孕了,没错,这个医生是一个人类,而他的助手是一个魔族女孩,就连他的老师也是一个魔族的高手医生,这不,现在他的老师就给他找了新的兼职,给隔壁的半人马家族检查身体。 其实半人马家族在这个城市里,可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,毕竟无论是交通还是运输,缺少了他们,都是无法进行下去的。 长途跋涉之后,医生终于和他的助手一起来到了半人马家族,一来到这里,医生就被华丽丽的围观了,毕竟这个世界里,人类医生本来就很难见,更何况是一个医术高超道,可以为魔族看病的医生呢? 其实,刚下马车的时候,一个半人马就请求医生为他们的公主好好地检查一下,你别说,这个被称为公主的女孩还真的是雷厉风行,看她胸前的徽章就知道,这也是一个为城市立下国汗马功劳的女孩。 在整个检查的过程之中,无论是可爱妩媚的小猫咪,还是骄傲美丽的公主,都若有若无地透露着喜欢格雷医生的想法,不过人马殊途,格雷医生好像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。 不过我说,像长公主这样身材完美的半人马,过了这个村,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呀。 其实,二岸喜欢格雷医生的资深迷昧,就是一直潜伏在他身边的小助手杀技,也亏得他一直守候着自己的青梅竹马,否则估计早就已经痛失所爱了。 经过一整天的忙碌,终于在天黑之前,对所有的半人马都完成了检查,大家看上去都很健康的样子,这也让医生感到很欣慰。 可是,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,公主的两个随从出现了,他们哀求医生一定要为公主好好地检查一下身体,因为公主在竞技场的比赛之中,一直都以失败告终,这完全不是公主的真正实力呀。 可是大家又不知道,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里,听到这里,格雷医生也决定继续留下来,帮公主看病,这个决定可是气坏了一旁的杀技。 不过,她也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不讲道理的人,毕竟医生要有医德,不过她还是会害怕,医生会爱上这个半人马,最终决定一起留下来,帮助公主找出问题所在。 其实这个公主啊,每天都有在认真训练,就算夜深人静的时候,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,她也在继续训练着。 按说,不应该会拿到十连败这样的糟糕成绩呀。 经过一系列的观察以后,医生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,这个半人马公主没有装体铁,要知道,体铁对于马儿来说,绝对是事关重要的。 装上体铁的脚掌会站得更稳,而且也不容易在比赛之中受伤。 其实,公主的两个随从,还有别的半人马们,早就已经装上了体铁,偏偏小公主觉得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强烈的拒绝在自己的身体上装体铁。 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,就是因为她怕痛,这估计就跟我们日常害怕打针一样吧。 但是装不装体铁这件事情,她现在说了已经不算了,两个忠心耿耿的手下,直接紧紧地抱住了她,接下来就由医生全力以赴了,看着这个医生钻进了自己的腿下,小公主羞得满脸通红,被一个陌生的男人钻进了自己身体的下面,这让自己以后可怎么见人呢? 这简直就是嫁不出去了的节奏嘛,不过在医生的心里,这就是简简单单的治疗而已,医生认真地给小公主说, 修脚掌,装体铁,而小公主则是一直在奋力地反抗着,眼看着医生的工作,没有办法进行下去。 小助手直接用自己长长的尾巴缠绕住了公主,小样的,我堂堂一个药剂师,还能够治不了你吗? 最终,小公主以极其屈辱的姿势被装上了四肢体铁,至于效果怎么样吗?还得赛场上剑分明。 为了让医生见识到自己的厉害,小公主还特意地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视觉极佳的位置, 看着小公主在场上,一场又一场地获胜,这笑容洋溢在脸上,那可是说不出的自信啊。 不过,我看着小公主这个兴奋劲,难不成这小美女真的是看上医生了吗? 也怪不得小助手直接用尾巴缠住了医生的脑袋,这桃花蕴饭了,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呀。 下一集,医生又会碰到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呢? 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